欢迎收看iStar全球新势力 我是高玉玲 今天呢要让大家来看看明星们的超能力 不过这个超呢是超票的超 你可能会想啊这明星本来就收入高啊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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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呢我们要带你看的是这一些 不靠艺人本业赚大钱的小富婆们 那他们到底靠什么呢 就靠一张嘴来卖东西 我们先来锁定这一位一级的老板少婷 很久没有在电视上看到他出现主持了 严格的来说呢 其实他已经放下了艺人的这个身份 全心投入到电商的平台生意 跟合伙人一起打造了面包工厂 手工做出来的Bagel 创下四小时卖出四万颗的惊人成绩 但卖得好并不是靠少婷的名气 而是他一张挑剔的嘴 坚持所有的商品都是少有少糖 无添加 好吃又少了负担 不过从主持女神变成电商女帝 来看看她的转知心路里程 嗨大家好 我是少婷 今天带大家来到这个粉红色的小屋子前面 你想说这个到底是什么呢 这里就是我们家婆婆啦 可以卖出一天超过破万颗Bagel的秘密基地 师傅现在正在里面制作 一直麻不停蹄地制作Bagel 我们带你来看看 鲜肉马克师傅他们工作的地方 来 欢迎光临 有看到吗 现在在做的西方老师最新的口味 是蔓越莓奶酥 那你现在看到的呢 就是师傅他们手工制作的 这里是招牌Bagel的制作基地 也是少婷赚钱的小甜点 看到外面市面上的Bagel 大部分他们会是直接馅料跟面团打在一起的 然后再把它揉成Bagel的形状之后去烤 但是像我们家的话 几乎都是做这种包线的Bagel 所以你就是必须一定要有这个手工的步骤 其实如果像自动化制程的话来讲 它只要机器过机器 它可能一分钟它可能会出到一百个 甚至超过 甚至也有这种自动化的机器 但是它就没办法包很丰富的馅料 它可能就只有单一口味 或者是说一些简单的碎掉的果干 拌进去一点点这样子 就没办法像我们就包这么多的馅料 然后变化这么多口味这样 为了让Bagel能够爆料 必须仰赖师傅们的一双手 很多人都以为Bagel是炸的 或者是直接去烤的 但是像是如果是炸的话 就是甜甜圈 对市面上甜甜圈 那如果是直接发酵完之后 然后进去烤 那个就叫做面包 可是像Bagel它会有一个不一样的步骤 它们必须用这个黑糖水 先去快速的烫锅之后 再进炉去烤 我们家的Bagel有一个很大的特色是 你冷冻做好之后我们急速冷冻 你回家收到再回烤它还是好吃的 从专业主持人变成电商老板 介绍美食功力丝毫没退步 倒是可以任性一点了 想吃什么就买什么 当初的起因很妙是因为我那时候在减重 我跟营养师配合减重 所以我每天被严格控制卡路里 但是我是每天一定要吃早餐的人 然后我非常的喜欢吃面包 所以我就忍不住我问营养师说那难道不能吃面包吗 我减重我调整热量我不能吃面包吗 他说可以吃Bagel 要挑没有多余添加的 要挑用好的油的 要挑没有放不好的糖的 这样子你要知道它热量是多少 请问我要去哪里找 少廷要的Bagel 减糖 减卡 无添加 外面买不到 就找了知名面包店代工 自己边吃边放上平台卖 直到有一天面包店想收了 少廷和合伙人下了重大决定 砸钱打造自家的面包工厂 我们从自己找店面 然后开始装潢 这段期间中间Bagel大概休息了 有两到三个月吧 我们的消费者真的是崩溃耶 一直说什么时候会回来 Bagel没了 小朋友没得吃了 然后所以后来确定可以开卖的时候 我们是先开一次一整天的预购 无上限让你们买 结果我们爆卖了大概四万多颗 那天你那天就是看着那个业绩 然后想说什么 老板我们是不是就开一间面包店好了 没想到自己的口腹之欲造就了惊人业绩 但要放下艺人光环全心投入电商 除了契机 真的更需要勇气 在一开始还是很不稳定的时候 其实蛮彷徨的 但是会很坚定的想要真的要转行 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 开始觉得要好好照顾自己 跟好好过生活 我之前就是没日没夜啊 演艺圈你说女主持人这么多 然后很多新秀美眉这么多 每个都是身材比你好到 好到多少的程度的那一种 所以我们很容易被取代 那每一个工作你就是紧抓 有这个机会你就一定要抓住 所以相对的你牺牲掉了非常多时间 每天就是起床就化妆去工作 尤其都是外景 然后回来就是累了就睡觉 然后身体开始坏掉 我身体坏掉那个时候很明显的是 我的妥睿症的症状开始变得严重 这样子是判断出他在 他不相信吗还是他投入 主持到一半右半边的脸不自觉的抽动 甚至越到节目尾声脸部抽搐 越来越严重 大理事啊我们多期待你了 所以也才变得大家会问嘛 才知道原来我有妥睿症 可是你看在那之前 其实我是可以演示的还不错 你知道我第一年没有接跨年主持的时候 我在家里哦然后看那个电视转播 你就是说不在意 还嘴巴上说好开心哦 今年不用主持了 不用到外面吹风赶场 好轻松哦这样 可是你还是忍不住一直看电视 然后想看大家在干嘛 哪一台转播场是谁主持 哪边现在是艺人到哪里了 你会很放不下 然后 我觉得难割舍是这个演艺圈的氛围 因为身体到了临界点 少庭说出了过去一直被迫隐藏的身体秘密 如释重负也更了解自己 我到现在都还是一个没有艺人朋友的人 大家都会弄得漂漂亮亮出去一起拍照打卡 因为人多就是网络声量就会高啊 可是我真的好没有办法 他们迷恋的东西或是名牌包包 我都很放空 那时候其实就有一点感觉 这个部分我好像有一点在这个环境格格不入 现在我转型做电赏了 然后在演艺工作的部分也是完全切割掉了 自己也觉得原来 原来当初在那个环境我不是那么的自在 在电商世界如鱼得水 平台从宠物保养品 卖到招牌Bagol 牛肉面 水饺 食物都是由自家的工厂出品 经过营养师调配 没有了明星身份 有点不习惯 可是很自在 谢谢 喂小姐我想请问一下 我半天三点的时候传来讯息给你们 你们为什么没有人回复我 两点很重要的事情是 一个是我们自己要的 只要是我喜欢我想吃 我想用的我们就做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不管他今天是吃进去的东西 或者是保健品 或是保养品 狗狗妈妈的东西 他一定要是你自己敢用的 一定要是好的 当我跟老板我们面对了一个东西 因为开始会有厂商来邀请了嘛 说这可不可以帮我们开团 我们面对这个东西看着它 我就是没有想法 它可能很好 它可能很流行大卖 但是我用不到啊 但是它不是真的无添加的东西啊 那我们就不要 当个有良心的商人 是少廷不便的忠心思想 现在拥有百平工厂 旗下20多位员工 做出一年破亿的业绩 自称电商女帝 真的恰恰好